据路透社报道 9月22日四位知情人士称 北京已派出一组监管官员 前往香港协助美国审计监督机构 对涉及中共国的中凯股公司 展开的现场审计 这是中美两国此前达成 里程碑式协议中的一部分 上个月一项中美的协议 首次允许美国监管机构检查 在纽交所上市的 中共国中凯股公司 进行现场审计 这是朝着解决 可能将200多家中国公司 从美国交易所驱逐出境的 审计纠纷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名知情人士说 中国证监会 CSRC和财政部 MOF的大约10名官员 已抵达香港 双方参加了 周一开始的审计检查 四位知情人士说 这些官员将协助 美国审计监督机构 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和第一个检查小组 进行现场检查 美国和中国官员齐聚香港 标志着在执行审计协议的过程中 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该协议是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 有史以来与中国达成的 最详细的协议 路透社上个月报道 美国监管机构 已经挑选了一些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包括电子商务巨头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988HK和京东 9618HK进行审计检查 四位消息人士中的两位表示 整个检查过程将持续约8至10周 这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主席加里根斯勒 上周在与立法者会面时的说法一致 另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说 中国监管机构的参与 与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在世界其他地方 进行检查的方式是一致的 美国监管机构 没有给中共国任何特殊待遇 十多年来 美国监管机构 一直要求查阅在美国上市的 中共国中凯股公司的审计文件 但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 让美国监管机构 检查及会计师事务所 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尽管达成了审计协议 但法律专家和中共国 观察人士上个月警告称 他们仍可能在如何解释 和执行协议方面发生冲突 美方寻求在没有任何咨询 或中共国监管机构意见的情况下 全面准确地获取中方的审计文件